欢迎访问从您学Mentern Linux系列教程 是这一张主要叫Mentern的系统设置 这一部分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外观二首选上第三页件 第四系统管理 我这个就是根据自带的系统管理 系统设置 这是这里来讲解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外观 外观 这个是背景 背景可能就是桌面的背景 我在这里可以试一试 我现在用的背景是这个 你可以调节到这个面 选择一下 OK 这样的 返回栏 这里你也可以选择图片 或者可以添加自定义的一个文件夹 第二个特效 特效就一般默认 就没有提前 我想按默认设置 这些参考的特性 这个主题在初速化设置的时候 我已经讲过了 就可以再更改主题 桌面主题 字体呢 我们一般默认 我也没有修改过 它这个默认的基点 其实已经比较好了 没有没有主题 有一个大家觉得 需要选择 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 这个就是第一部分 主题部分 第二部分 首先 首选项部分 在常规 人要和输 输尽 配置的一般要同样就可以了 这些都是 按它的默认设置 藏口设置 就是一些藏口标题 做局中做人 然后这些标题栏 这些标题栏 可以在这里设置 这些三级标题栏的动作 首先穿着最大化 都可以在这里设置 这些都可以设置 这些都可以设置 仓和平铺 也是一个外观的 按摩呢 这一般都不用 这个属性是一个是你需要 调节字体大小的话 这些 可以进行设置 一般我们都不需要设置 这个工具区呢 就选择了我们这个工作区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四个工具区 你可以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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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这个开机选项呢 可以默认开机的 开机的 实际的情况 就是默认它可以 这些都可以打开 我这里关闭的 因为我一般都是用手动升级的 因为这个我现在禁止的 我实际上是本机是三线 但是有三线的支持不是很好 所以我把这个上线 还在boss里面已经关闭 你要这个就是 所以我也把它关闭了 就不可以 在地址呢 这个下面的这个地址 这里可以选择 我要关闭它 所以不启动 这个扩展呢 在Mentor的出售化设置 这里就行了 我主要是用的这个 这桌面的不同 啊 工作区的 啊 转转化 就是这样子 那 手标滑一下就可以转过来的 这个 面板做这个面板的设置 现在这个面板 这些对象的是这个面板 这个面板可以自能隐藏 还是收藏自能隐藏 那些只能隐藏的 一般我就按 总是设置吧 你可以跟着自己的喜欢 喜好来的 评论保护程序 这个我现在生了这个小蚂蚁的这个评论保护程序来的 这里有进行时间设定的 嗯 嗯 嗯 这些都可以跟Mentor是差不多 那 区的话 我在 啊 Mentor出售化设置也有提议的 在Mentor 点击 这点 评计和 询题 以后这里就可以操作了 这样就可以操作了 这个时间日期默认 我们都是通过使用网络的 大家就不要不要单独在设置的 这个首选应用程序 就是你的默认的一些的应用程序 我这个网络是两样的 用来去 我也是有虽然有三个用来 我默认用来去选择这个 这个邮件呢 我就引用这个 大概有好几种 这一个 这文字处理视频 音频 照片 还有中断 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通知程序就是 有些我们期间是否通知 因为大家不想用 可以把通知关闭 那么多人影响不大的 小程序在Mentor出售化的生意 甚至就是这些小程序 我这里已经提供了好几个 你看 CPU温度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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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用 用要监控 CPU 使用样网 内程使用样 以及 虚拟机的快速调用网 虚拟机的快速调用 连接 这里都有 这个默认的 和这前面就是默认的 就是系统子带就已经装好了 这个是后面没有这个锁定的 是我自己通过在线安装 可用的小程序在线安装的 这个你实在就是一般我都是 就是 潜用隐私可能就在这最正用户小程序 这里可以看得到的 有个关掉的话 或者关掉两支 那些隐私程序 这里没有一个最近访问的 语言的话 在Ment初始化的时候 我也已经做讲解了 这里越过 这个用户详细的就是本机的 用户信息 你可以选择一些图片 本机的图片 或者一些修改 图片 这个是我的用户名字密码 这个密码都可以继续修改 啊 这个是周面周面的话 因为我我一般 因为有录制的方便 所以我已经先本机的计算机 主目录 回收账 网络我就关闭了 然后打开一下周面计算机 可以显示一个周面图表 因为我是录制的方便 我就把它关闭了 在周面小工具就是 这是周面的一些小工具 像这些小工具都是可以挪动的 这个 这就主要就是了 首选嘛 其实就是一个外观的设置 跟外观差不多 就是一个窗口 各方面的设置 而第三部分就是 链接 链接 因为我本机没有打印机 所以这个打印机 它可以添加网络打印机 可以添加网络打印机 可以添加各种网络打印机 还有很多 这个大家可以 因为有网络需要的话 可以设置一下 网络打印需要的话 可以设置一下 这个电源管理 这个本机的电源管理 电源管理在这里 可以操作一下 电源自动 关闭一些按钮 电源是怎么操作的 电池和样度 这里要电池也说 无线属便 因为用了无线属便 这里显示的无线属便的电池用样 在辉换吧 没有没有辉换 灰图本 那键盘 键盘操作 这键盘操作这里 我们可能用到很多 可能会了解一下它的不同的切换 工作区的切换 就是一个快捷键的 就是一个快捷键的 这个蓝牙 因为本机没有蓝牙 所以蓝牙这里 操作是灰度的 色彩就是我们的屏幕分布率的一些色彩 但是这个大家一般都不用操作的 那么那就可以了 这个是声音 本机的声音条件可以在这里 我在 因为我这点录制的是实际上的一个 耳机录制的 这点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是锁标引操 就是我们的锁标操作的一些触摸板 就是笔记本体的触摸板的一些相关操作 这里可以开启中键 如果你需要中键操作的话 可以开启左右键来模拟中键操作 同时按下 这个是网络 就是我们的一个网络设置 因为现在大家家里一般都有无线网络 用无线网络最多方便了 很方便的 或者你应该用有线网络的话也可以的 但是现在很多用都是用无线网络记录 这个是系统信息 本机的一个系统信息 基本的信息 这个信息有限的 可以通过按照一个HID程序 这个程序可以看本机的所有的一些信息更详细一点 这个程序是通过这两张来的 这个按照 这个明天按照的就可以了 再是关于一个显示 显示就是我们的本机的分辨率 为了录制方便 我们的录制分辨率 我们使用的是1280-720高清的配置 因为我默认的用12366跟768这种的话 但是都说调整不好调整 一般网上的都高清分辨率就是1280-720 这下一个部分 去讲一下那个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说就是12个方面 一个登录乘客 这个单轮乘客 在我们查看的时候需要密码 可以看一下 这个登录乘客 如果你想自动登录的话 去启用自动登录 如果不想启用 就不用勾就行了 这样不用勾就行了 这点还可以有些相关的一些 选项设置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是驱动管理 一般这个驱动管理的话 因为你是有三网卡 三显卡的话 它可能会关于一些选卡 一些驱动 关系的管理 在打开的时候 它总是个提示书的密码 因为才能进行进一步查做 这里就是不适用 它这个无限 无限 无限玩卡 不需要 我是要不适用 知识 因为我用它 系统自带的 已经可以了 这样我就不用 这个是远接源的 远接源 我们在Ment Linux初始化 那一章里面也讲过了 就是我们按照系统以后 最好的话是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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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这个我因为应用的 有时候我要把本机做成的多媒体 多媒体平台 所以我也用到这一个 多媒体平台 我就用手机投影到本机电脑来看 我就不需要Flash 不需要用容纳器 用Flash观看视频 这样节省治疗 这个 这样一般 这个是用户跟用户主 这个用户用户主的就是 你可以 血管用户的信息 在管理员 你也可以添加账号的 在管理员 您这个密码要主 这里你可以添加不同的主 把这个分别的不同主 这里主也可以进行所有的添加 添加 所以这个权限管理是很方便的 今天 这个关系了管理 系统设设计 这一个部分 跟Windows控制中心 控制面板差不多的 他也分了别类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基本上就讲完了 讲到这里 下一部节目主要是讲一些 mentor我一些常用远近 一些常用远近的介绍 一些常用远近的介绍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关注我的工作号 或者访问我的网站 在工作号后台给我留言 我一般会及时回复 好谢谢大家 再见